第二表最抢小声 为什么今天要讲国语呢? 试园是因为今天这个题目的女主角是一个台湾人 为什么最近会留意到这宗新闻呢? 一直都有看台湾综艺节目 这期最红就莫过于她两母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十几年前她都已经在TVBS的一个娱乐主播 后来就成为了天王嫂 成为了周杰伦的唯一承认的前度女友 曾经的前度也是最好的 最近怎么翻冰呢? 可以大陆和台湾都在热烈讨论别人两母女 喂,妈妈,两母女 香港曾几何时两母女 都是很久很久之前那宗不知真是假的两母女相打的笑料 不知真是假的,不指名道姓 某些人特殊喜好,不去追究,不去深究 看一回什么事呢? 有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周杰伦,相信整个亚洲没有谁不懂 周杰伦就是侯佩审 怎样姓侯呢? 有一段故事 话说一九七几年时 链鱼的丸 就是一个只手可意 我想红过现在的什么 什么王心...不是王心泳 对不起,太怪住王心泳 红过现在的什么TVB花旦 什么范冰冰 差不多了 在台湾是一个很红的电视剧的文士女主角 文士是一个电视台来的 明氏,Sanny 有什么段故事可以这么经典流传这么多年呢? 话说,那么多人追 她是美女来的 上当年,她生得出后背臣 都知道她是美女了 是一个漂亮漂亮漏漏的 贵感通常大陆的是什么? 识有钱人啊 跟当红小生拍拖啊 謝妍啊 那些 跟阿成龙啊 他不是啊 他是喜欢一个制作人 叫做... 姓侯 他的制作人 就是阿侯配甚的爸爸 又很试详啊 又呢 就插足成了这个 一开始是美的 他就跟别人的老婆很朋友 真的 当初安心事件 我不是太反感 我只觉得 佳佳有求,许智安不是第一次,为什么这么惊讶呢? 只不过今次有片有照片,正所谓《苹果日报》有片有照片报料有五百有一千 只不过有片所以这么震撼 当初她还没有什么蛛丝马迹,真是安心,家庸融入家中 她就跟这个姓侯的制作人,老婆是朋友 朋友朋友,当然是契哥契妹契上床 对着个美女,就算她有老婆子女,so what? 还要是七几年,那些男人可能和何鸿燊相差不远 一个男人起码都有三四个老婆去等闲事,还要是台湾 那可以了,狗尘之后有馅,生了出来了 哇,好啊,那个大婆竟然可以死都不离婚 硬撑了四年都不离婚,那个个不是Mandy Liu 这么等得的嘛,那个姓侯又很有意气 你自己照顾不到的女人,她可以介绍自己的朋友去照顾 当然啦,可能七几年做制作人,我相信都不会赚很多钱 她又找了个自己的朋友,有钱佬老板,一个叫做姓邱的 那这个可可人也呢,是一个矮仔来的,她是一个举重选手 嫁了这个赛曼年的长女,赛季照,赛季照 有钱人,正一是这些真是仆街来的 大佬,你出身寒微,你痴有钱女,上了位,那就无望初冲了 大佬也是这样,李嘉诚也是这样,哎,真是痴胶花痴上老 那当然啦,看人仆街就最心良,但这些真是好仆街 那她又认识了这个姓侯,你两个做朋友就朋友 那些男人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分享一分享 大佬,真是开心分享吗? 那当然啦,香港也有这个玩完的富豪 那个娶回家的大佬人在 她们是很喜欢sharing 好像那个黄杏瑜 哇,大佬,大佬玩完,又可以给阿淳冠玩的 我不知道男人是不是越有钱,越喜欢分享 那她叫她照顾她,那她就疯了 你自己外面修了一条乳厂,有馅 你叫自己的朋友照顾她,那照顾她就打牌了 那姓邱这个人,这个死矮仔举重选手 初ums带她相处了,就在她身边认识认识 一边就是做了这个建设公司的董事 她生了四个小朋友的阳光 那便行了,她便照顾一下,照顾一下打牌 但这个胜菜我真的觉得不抵可怜 打牌就打牌,叫老公送个美女回家 其实你看她们现在的照片 你都猜到30年前她们是什么样子 不是统一都是这样 我见嘉燕姐之前都挺漂亮 这些是外坏 我觉得女人极度愚蠢才会不断耍命 尤其是闺蜜 我是小人之心的 我觉得很多所谓的闺蜜 在背地里都是妙嘴妙蝕的 很厉害 这些女性朋友我见过很多 真心替你开心 为你而感到 有些成就 事业上 家庭上 你嫁了个有钱佬 为你开心的 有多少个 问心 可能我自己黑暗 我真是仆街 我是承认的 有些说 老公赚很多钱 但一个星期花一次 家里那些 我心想 你老公是不是七头住家 你是第七个 我是这些比较黑暗片面 我希望这个世界是很美好 这些最笨 就是叫自己的好朋友 去照顾自己的另一半 还要是经常过度去炫耀 说我男朋友怎么好 我女朋友多好 多好 这些 你经常去赞美 赞中 男人最怕太有钱 女人最怕太美 这两个人都想要 看看你会不会过到 某一个水平线 而令到别人是 没有道德地去抢 大哥 她拖着 拖着 拖着一个 四岁的小妹 都可以抢到别人的老公 那个男人 是有四个亲生的 在原生家庭的 就是最近发生 那个淋淋 虐杀事件 我都不明白 那些男人是觉得 喂 亲生的 老婆 我打她 不管她 但是后来 我喜欢那个女人 我就要 喜欢她的小朋友 供她 过读书 给最好的她 所有钱都留给她 两母女 瘋了 那些男人 真的 你拿一条J去做 拖着自己去做人 都不是这样的 原来亲生 是 那么不值钱的吗 可能有些男人 老婆 真的跟 跟 和 和 奔周 是在一起 这些我不去评论 但两个男人 都早死 死了 我觉得这个 真是天理上 是冥冥中自有主宰 这个男人 在她 侯佩岑 四岁的时候 就离开了她 原生的家庭 太爱了 太爱侯佩岑的母亲 去了台南 跟她两母女住 相宿 相妻 真的 硬硬硬硬硬 过了很幸福的32年 32年之后 发生什么事 好人报应 总是来得太慢 这个人 就病 重病 医生说 你都可能摆不得多半年了 这个混蛋 不知道他发什么神经 他就说 选择回原配那里 大哥 你知不知道 这32年这个原配 是死都不肯离婚 其实我觉得 这些女人也很傻 大哥 你是蔡曼年的长女 你家底都不会算 衰得去哪里 家族生意 就算你没有了这个男人 或者被这个男人 卷走了大部分的财产 你也会有 烂船也是三斤钉 那好了 那回来又怎样呢 真的帮她 送她中路 还要呢 这个蔡桂兆 每一年都是吃灾念佛 强点这个光明灯 她的光明灯 她是写两个人的名字 蔡桂兆 姓邱这个PK 这个战男 就是她到死那一刻 她都是想自己的老公好 添福添寿 哇 这种真是伟大情操 我想是老一辈的女人 才会有这些高尚 那么大爱的包容 她就秉持着一个原则 就是我死都不离婚 我没有做错事 你都休不了我 等了32年 换来三个字 未忘人 值不值得呢 其实我相信 现今社会 除了洗米华的老婆 喂 大哥 洗米华的老婆 就说有钱 和利益共同体 这件事 当时这件事 是男人捐走了所有钱 她临死 她是把所有财产 留给她两母女 然后把一间屋 留给这个原配 她那四个子女 是毛都毛贴的 那现在 为何又翻丁这件事呢 还有一个题外 就是这个侯贝审 她是和周杰伦热戀的时候 被人爆了出来 这件事 当时呢 那些传媒就报道 说这两母女 抢了人家的爸爸 抢了人家的老公 22年 谁也知道 她妈妈 就走出来说 她说不是22年 是32年 哇 如果我是她家人 我都觉得她是超级自然 为什么可以这么无耻呢 可能她们不是很 资讯达达 当时 2005年都没有什么 IG Facebook 微博 都没有这么性行 所以 可能没有把这件事 是每个人 都可以讨论的热度 那么热 没有炒得那么热 那最近 没说完 老人痴癌 那当初呢 她就说 即是很威 说自己 我和她32年 那然后呢 她第一个破坏 龟物的 抢人老公 姓侯的袁佩 就出来说 她说 哇 你知不知道呢 你的幸福呢 是建筑了在多少人的眼泪上的 就是 希望你的女儿呢 遗传到你呢 是你的 是你的善良 而并非其他 她说 这个林月云呢 既贱 且似 贱是下战的贱 似是无似的似 就是觉得她是完美 一击即中KO 第二个被她抢了32年老公 这个呢 是由头到尾都没有出过一句声 看到媒体是避开的 那OK啦 那到今时今日 即其实这件事 他们分手了这么久 侯贝神在2011年 嫁了给人 生了两个儿子 那好像说她的小儿子是有些问题的 那这些我不去讨论她是否报应 我亦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我亦没有什么轮回 那些 那反正就发生了 那在今年呢 她就参加了这个大陆综艺节目 那我就没去看的 就是我都很少看 因为我又不太认识那些所谓的大陆明星 那我就觉得 喂 那些处境 终于是假的啦 那然后呢 就相传 侯贝神这三个 即是一家三口 她和她老公和她的母亲 上去是收了6500万台币 即是千多万的人民币 那她就说 她就说 我知道呢 侯贝神就感谢她妈妈了 哇 我多谢我妈妈呢 照顾了我 给了个幸福的童年我 哇 大哥 即是那两个男人呢 你抢了回来 哎 哎 那些仆街那些男人都死一块 真是抵死的 喂 大哥 原配 人家两个女人没死的 原配 人家小朋友都没死的 还生巧巧在这里 你现在是将你这些做小三 抢人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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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威水市 再在整十三亿 加台湾的人面前 多说一次 还要收巨额的出场费 哎 还要呢 这个节目呢 是在台湾拍的 即是她不是山长水远 好像大S和小S那样 要去到大陆拍一些综艺节目 她是坐在台湾 坐定定 人家整个cruise来拍她 收六千多万 你再消费人家一次 再炒冷饭 说一次你既贤又此的背景 喂 大哥 我觉得是不是王心泳 其实是 杰青啊 小猪多人运动 是不是其实是 多人篮球 jack queen party party 而已 即是我觉得 罗志祥和王心泳 是一个 道德性人 咯 原来发生了那些贱 那么cheap 那么贱的事 原来 时间久了 就是一件 好东西来的吗 即是 我真的不懂理解 即是男人 我觉得洗米华 是否好人 我也不知道 即是我也不去评论 有钱人的世界是怎样 但起码洗米华 他分钱 他分得均匀 就像大楼 那样 有钱落袋 你就当打工 但起码分装限 大楼是另外一个故事 那 就洗米华 就是他死都不离婚 那我觉得 他还有 就是 在大婆的原则来说 他都有最后的 一丁点的 情分 而这个人呢 即是姓邱这个仆街呢 是 钱又没有 人又没有 哇 撑你个肺 你临死 你回来 让我推你轮椅 我真是一推推你到海了 即是 如果我是他的子女 就会天天走在他旁边说 哇 老爸 你认识回来了 原来 你原来 你记得我们在哪里 你记得我们家屋在哪里 我会说很多这些 面事 贱事 还要呢 姓邱这个仆街 头七 什么行喪禮的时候 这两个女孩是无道场的 还要是被那些狗仔队 拍到他们去 不知去吃饭 KTV 还是怎么样 是很开心的画面 是被人偷拍到的 即是我不明白 这些所谓 你相恋了32年 原来你是帮你的女儿 找一个饭票 找一个老板 你这份工作真的是 杰出员工 唉 我真的 嘔嘴 我都不停在那些 评论那里留言 在台湾那些节目那里 在那里骂这个人 但是呢 你都不要说 都有人支持后配审 即是觉得 哇 不关你 咦 对了 说起后配审 那些人支持他 他妈的事 关是什么事 第一 你知道你妈妈做了这些 这些混蛋事 害了两个家庭 你的幸福童年 是建立在人家的不幸上面的 你知不知道多少年环杀手呢 是因为童年 有不堪的过去 才做就了他性格的扭曲 还有 那些很偏执的执着 就变成杀人兇手 好像屯门色魔 还有这个 林哥云 这些全部都是有 不健全的家 尤其 那些 外国的连环杀手 有很多是妓女的小朋友 要逼着看他妈妈 去和嫖客 然后最后 就杀妓女 开堂手捷克 Jack the Rippers 为什么专杀妓女 这些很多是因为童年有问题的 那侯佩神 你说你童年很happy 然后你现在拿出来说 赚6000万 你不要忘记 姓邱那个人 死了 所有遗产都给你母女 还有当年 Sanjay Nen Jolin Jolin 和周杰伦 为什么突然又会变成猴佩神 那是不是她遗传了一些强大的基因 而她自己不知道呢 这些就不得而知了 我真的奉劝一下各位 有时候真的 有很多那些妹妹 觉得 哇 做小三 没所谓 我很爱她 我会等到她离婚 首先 我觉得 男人 要来 第一次 那个妻子 一痴那一下 就会动 就会起床走 如果好像 说回佩神这个案子 好像她亲生爸爸那样 大佬 磨坠磨 那四五年都不来 那就真的不会来的了 那如果做小三 分析一下利弊 那有什么好呢 那如果做大楼的小三 洗米滑的小三 有个庄园 那当然好 你当我打工而已 好现实 那如果你是真的 为求幸福 又有小朋友 还要是 有了小朋友之后 是另外一件事来的 你一个女孩子 是没有可能 可以去 孕育的小朋友成长 当有很多事情 教育 抚养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很怨恨 自己孤立无缓 还有没有一个 一个partner 去 爸爸 去有爸爸的角色 就是 缺失了 始终都会差一点 所以呢 那当然 那个男人 好像原配家庭 那个男人走了 那其实我觉得 第二春 都一定是有的 那我认识得有个 男人 四十多岁 没有结婚的 找十皮 一个月 那他娶了一个 带着一个小朋友 十岁的 那个小朋友 那个女人都 三十九四十 就是我看那张照片一般 就是不是说 什么天 角色天香 那他都找到这个男人 那个男人对他挺好的 就是 会给钱 他供养 他的小朋友 就是我觉得 女人在住处的时候 千万不要封锁自己 就是千万不要像 他那个什么 原配那样 喂大哥 你食斋念佛 点长明灯 三十二年 得到的是什么 就是很笨实 这些什么 喂 你用你一世 的人 的时间 的青春 去喂口气 你没有病啊 你看看 人家现在 那六千万 我换银子 就扔死你了 你喂口气 这些真是 当然啦 有些人 喂骨气 那我真是不阻止 你喂骨气 我真是喂狗骨 这个世界上 增多足少 好功 就不是常常有的 我都很想呢 真的 躺在那里有钱 扔下来 以前呢 就觉得 哇 大婆啊 好啊 现在我觉得 哇原来做小三 这么傻的 你看 Mandy Liu 生几个 生一个 又不知有几亿 还有庄园 这个后配神 林月云 梁慕女 十几年过后 都还可以炒烂饭 赚多六千万台币 真是不怕做啊 那但是 当你是正印的时候 我真是麻烦大家 看大双眼 看清楚隔离的男人 分析清楚的形势 还有啊 握住的钱 握住的楼 你不握住 我都麻烦你AA 麻烦你是 找律师行正常 正确 合理 合情合法 的财产分配 有小朋友 握住的钱筋 好过握住 男人的子孙筋 男人的子孙筋 一生一肃 女人是握不住的 方圆二十里 他都有机会 扮到 握住他的钱筋 男人就走不远了 永远都是的啦 你梁家 才红世大 有四 是不是比三分面式 比三分面器咯 男人一削屎 一觉得 喂大佬 你靠我的 就恶的啦 我最记得 阿鱼说了一句 阿鱼当时是没有做事的 周永恒 阿新恒 周永新恒 当时他就 摊大手掌 不是摊大手掌 形容好像是negative 他就说 叫周永恒 给钱 四百元 给他买奶粉 周永恒就说 说了一句 他说 你又买啊? 喂大佬 他儿子不用吃啊? 这些混蛋 就分分钟是 弱而弱死 小朋友那些咯 但你反过来想 当一个男人 不珍惜你 不珍惜个小孩 他连这四百元 都不想给你的时候 你就要 睁大雙眼看清楚 如果你自己 都没有谋生的能力 都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 被他牵着鼻子走 又没有扭住 又没有钱 你的人生是多么堪如 真是好说 不要听 现在洗碗 foodpanda 做陪月 做送科 你说各样的都没有 我相信 家务助理都可以 再培训都可以 千万不要说 失业 很惨 虽然很多凶姐被人炒出来 大佬 人家很多是杀出另一条血路的 瑜伽 教跳舞 教英文 教国语 还要帮助 提招照这些小孩 有很多商职 家庭 请不到姐姐 请不到 婚婚婚婚 没有人可以提招照小孩 这些都是商机 总有一线门开住 所以我觉得 不需要为一口气 应该是为自己 现在2021年了 为自己生活 为自己小朋友生活 啊 再说一句 为什么这么感触呢 最近上庭那宗 五岁小朋友临临 被亲生老爸和steapmom 打死 我真的不敢想象 但是我相信 香港 法官可能会判他三四年 我希望不会 我很希望是十几二十年 但是我相信香港的法律 是有什么证据不足 各样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最后可能会放生 这两条街 那个计外母 都是会放生的 我觉得 我当然是很希望 她们三个都是最有应得 你可以把一个小妹打死 我真的不知道她们是守了多少 多久 的折磨 才会有到这个结果 我希望大家 看到不公平不公义 真的要出声 如果你不想和她直接面对 打个电话可以吗 999 不要很难记 就是我相信警察 来多几次 反够多几次 都会有阻吓作用 我相信 能不想 她一定有哭 有叫 不相信 不相信 年轻人被打 会不出声 那她的邻居呢 吃一糟 大家不要去觉得 当没事发生过一样 骂完 吓完 看完几天报纸 就过去才行 那些老师说 不敢爆这件事出来 校长要掩着 喂大佬 我上那些什么高登 discuss 随便一个forum TG groups 找个facebook page 多那些什么友谊 什么什么报名 哪个学校好 那些这样的group 说两句 哇哇哇 那条小妹 天天地被打 我没有说要是她老师的嘛 你说喂 我是旁边的家长 我接她 哇她这条小妹 天天被打的 那行不行啊 是不是一定要报警呢 又说 哎呀我怕没办法 喂这些go up的而已 个个也怕没办法的啦 这些我觉得不成理由啦 还要说不呢 现在私隐 要保护她 不可以说哪间学校 更加不可以说哪个校长 喂 校长都应该谴责落台啦 哇 这些什么扑街 真是 永远都是的 一到这些什么行政啊 问责啊 真是好扑街 不做事不作为收高 收高的人工 哎呀这些又是 校会分解啦 真的一广大就 пож Creek 行政啊 哇 子 ав